這次處理方式很明顯 就是覺得說 都是在說謊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我孫玟一個代購這麼久 也算蠻專業的店家齁 今天出問題是說他自己跳出來急忙成親 第一個要出來成親應該是他所謂買的代購 他是跟哪間代購買 他應該直接叫他出來面對 不管他是買的真的還是訪的 都是由這代購店家來承擔 他今天只是個消費者 今天他只是花錢 他沒有必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你懂嗎 但是他今天的影片敘述完之後 我看到的狀況是 很多的謊言在裡面 一 我個人覺得要買這個代購 是他很好的朋友 他不想回了他這個朋友 再來第二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第二 就是根本沒有這個代購的存在 但是以王思佳個人的知名度 我相信他送愛瑪斯應該不會被拒絕 那他不這麼做的原因 我覺得一來 這個包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不然就是他不敢送 那有錢人到底為什麼要去找代購啊 我覺得這問題不是在於有錢人跟沒錢人 基本上我覺得會找代購 其實最大的原因 應該是省時間 有錢人他們可能不在乎錢會花多少 因為像愛瑪斯 這次的時間是由愛瑪斯引起的 那愛瑪斯所謂的配貨 我覺得 其實配貨有時候是事情是小 因為就算配貨 你配到了 其實還要花一段時間去等 如果運氣好 你可能花一兩個月 你就額度打滿了 然後包Sales也幫他配好了 可是有時候其實你 花了五百萬六百萬 你可能要等到 下一年度這個包出現的時候才有 因為像愛瑪斯有分皮質 像一一皮啊 荔枝皮等等之類 就五六種皮革可以選擇 還有顏色 那 你要等到你要的顏色跟皮質都出現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真的運氣問題 相對來說 如果你找代購 可能可以直接找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代購 這麼多愛瑪斯的專櫃在販售 那 我們的通路一定更多 對於我們代購來講 其實我們也是幫你們找 我們會找我們所有認識的相關行業 從亞洲找到歐美去 找所有代購 抓誰手上有這顆包 那願意多少錢包售 我們再去轉賣 那就會省掉很多 你去等待專櫃放貨出來的時間 中國網友在小紅書上 整理的這個 對比圖啊 那這些圖片 到底能不能夠去定罪王思佳呢 不得不說 中國的網友非常強 我也去看過小紅書那些影片 但是 是一個我做精品代購的業者來講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算是照片我們看出來 他有疑問 會有疑慮 我們通常都不會判定是真假 以一般來說啦 所有的鑑定機構 都不會以照片為主 就是因為照片跟官網圖 比對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落差 一定要看到食品 如果這樣去打死人家 很不專業 我們驗貨的基礎 不驗人 不驗店 不驗照片 什麼叫不驗人 就是 你是王思佳 東西也是不一定是真的 就算你今天是蔡英文也一樣 不驗店就是像那個 中國大陸最有名的 田氏鑑定 他們的代購機構 他們是全大陸最火紅的店 就算他東西出來 好我講一個件事情 前陣子某一個 全台灣算知名的 在中南部應該有超過10家以上分店 他或到我這 人家直接拿出他的保證卡 我驗出來一樣出問題 所以有保證卡來也是一樣 第三個是不驗照片 照片不管怎麼拍攝 再怎麼清楚 甚至說 他拍了1萬張照片給我看 我還是要驗商品本身 驗貨的本身 只驗商品本身 不驗這其他三樣東西 因為就像王思佳這次做的 他送的那個鑑定機構 的確是算蠻專業的 那他不可能叫王思佳拍個照片去 他已經整個包包直接送去了 剛說他驗貨 那他把這個驗貨的圖片 秀出來之後 上面寫說他是拿2022年的包去驗 結果那個包早在2021年 就在他影片上出現過了 那這是不是很明顯就是他在說謊 這個就真的沒辦法解釋什麼 因為這種就是我們會叫時空落差商品 但是這個我覺得有一個要代查的原因 他那支影片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包 這個包是不是到底是2022年的 這的確要去查證 沒有查證是沒辦法這樣講 但如果說2022年的包 他在2021年就拿得到 那沒話好講 有可能嗎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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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支影片好像是 2021年的12月上的影片 就這個包他是2022生產的 他就算在2021年12月31出來了 他就跪在21年 他不會跪在22年 因為這個對於商品的價格 蠻嚴重的 差一年就像車子一樣 你差一年的包包 我們就會講好幾千好幾萬塊 因為愛馬斯是有所謂的刻印 那所謂的刻印就是譬如說 2021年的刻印是哪個英文字母代表 所以隨便舉例說 如果2021年是A 那2022年就是B 他如果說2021年的包 他刻印在2022年上面 變成B的話 那應該會引起很多的消費糾紛 所以不太可能會這種事情發生 至少做到現在70年來 或是在有精品百戶業來 十幾年我沒有預估的 有這種問題存在 但是這個必須有去查證說 這顆包是不是的確在 2022年才有的款式 但我的確有去稍微查一下 這個問題是沒錯的 這顆包是凱莉二代 加他是大相會的顏色 這顏色的確是在2022年出的 在2021年的確不太可能出現 除非我查的資料有錯誤 依照說正常情況下 2021年跟2022年的商品 會不會提前出現的問題 如果是以這個去判定的話 絕對是直接判定假貨 這沒什麼好解釋 我覺得他不可能有什麼 任何理由去解釋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今天這整件事情 換作是你啊 以你代購的身分去看 那這樣的公關危機 會不會有更好的解套方法 我覺得一定是有 因為他這次處理方式 很明顯 就是覺得說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我生活有一個代購 這麼久 也算蠻專業的店家 今天出問題 是說他自己跳出來急忙成績 第一個要出來的成績 應該是他所謂買的代購 他是跟哪間代購買 他應該直接叫他出來面對 不管他是買的真的還是仿的 都是由這代購店家來承擔 他今天只是個消費者 今天他只是花錢 他沒有必要去承擔 這些責任 你懂嗎 但是他今天的影片迅速完之後 我看到的狀況是 很多的謊言在裡面 尤其像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 他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相信一般人 你今天買到假貨 你今天買到有疑慮的商品 你不可能是第一個自己跑去 看自己包包有什麼問題 你應該是第一個去找 賣贏的人有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我覺得應該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 一 我個人覺得要買這個代購 是他很好的朋友 他不想回了他這個朋友 再來第二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 第一就是 根本沒有這個代購的存在 因為他今天如果 隨便講一家代購的名字出來 這家代購應該就被他毀了 那也有人說 為什麼他要去找那個第三方機構去驗報 他不直接拿去愛馬仕 直接給他那個說要保養 就搞定了呢 當然我覺得做這個我當時也有講 因為現在的專櫃他並沒有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就像很多人講 我當時在說辯證真假 我有一個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直接送回原廠給他保養幹嘛的 有的沒有 他會保養之類就可以初步判定說 這商品是真的還假的 你說會不會出錯 我說實在一件事情 就算是專櫃也不肯百分百 因為專櫃員工其實只是一般的業務 他們並不是鑑定師 那他們送回去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再另外審核過 我覺得很難講 有時候其實也是有判定錯誤的情況下 所以當時我要跟他講說辯證真假 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方式 一個小方法 但他不是一定能用 王思佳為什麼不直接送專櫃 有第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專櫃省的比較嚴格 我就是看業務 我今天跟業務比較好 其他就會幫你 那我今天跟業務完全不熟 他有可能會要求你 提供你購買的地方 購買的票據 甚至說你購買的人的名字 假如說他真的是買代購的話 他一定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也沒辦法送 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以王思佳個人的知名度 我相信他送愛馬仕應該不會被拒絕 那他不這麼做的原因 我覺得一來 這個包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我個人覺得 不送專櫃最大的疑慮點就在於說 包不是自己的 不然就是他不敢送 因為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真的還假的 台灣其實在認真做代購的店家 有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一些小型的自己帶貨 甚至是開店面的帶貨的 我相信這次的事件 讓代購受到很大的影響 每一次 不管是藝人網紅 我之前網紅也抱過很多賣家或之類 全部都是推給代購 我不懂 就是你也是藝人 我覺得你講話是有一種 有一個話語權在的 你在想說你要講代購的時候 你有想過說 我們這些在做代購人會受到什麼影響嗎 像大家就留言說代購幹嘛跟代購買 代購做假貨之類等等 就變成這種情況 好像變成說 代購跟假貨已經成員一個等號 所以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王思佳如果你真的是跟代購買 麻煩就直接講是哪家代購 而不是只講代購兩個字 這樣會影響到很多人 叫什麼 gliそう 像大量 你 這樣 叫什麼 ただ 別 samp 比